這張圖是廣池救災動線時 還是聽不到 這個是廣池救災動線規劃示意圖 黑色箭頭是避難動線 只是區域內居民遇到災難時向四周逃離避難 下一張 我是林口街八十巷的居民 廣池四周都是老舊巷弄 無法避難 以921地震為例 我們就是跑到原來的球場 籃球場躲避 那籃球場在哪裡呢 就是黃色的地方 將來發生地震的時候呢 園區內居民及廣池北邊公寓居民 會怎樣逃離避難呢 請看下一張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往空曠的這個公共開放空間 這個公共開放空間才是廣池園區大量人口跟周邊公寓人口緊急避難的地方 請注意 紫色的兩個箭頭方向看到嗎 避難動線受到阻礙 這個大的阻礙物就是保留的這棟福德平宅 它佔據了緊急避難區的部分面積 也擋住了避難動線的三分之一 下一張 都發局應該把安全考量放在第一優先 建議明年廣池洞工興建時 能夠將目前能久保留的這一棟福德平宅 一起拆掉不要保留 下一張 都發局為了保留這種 屋領四十幾年的老舊福德平宅 必須編列一大筆整修費用 更嚴重使還要編列長期的管理跟維護費用 為善用人民拉稅人的錢浪費公帑 下一張 保留這一棟福德平宅 將來不能住人 因為它搖搖欲墜 卻又佔用了全區的容積率 使新的大樓容積率變少了 假如拆掉可以增加新大樓的容積率 可以收納更多的社福人口 那現在沒有拆掉的那個呢 是有七十二戶 所以你假如不拆 那新的大樓就減少七十二戶的 社福人口的容量 下一張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 各位長官好 我今天是臨時起立來的 這一刻我已經等很久了 因為我兒子已經四十歲了 到現在還不敢結婚 是在台北市真的很幸福的 所以聽到柯市長要見這個住宅 我很高興 所以我很贊成 終於有人為我們的小孩 的未來努力了 所以我很感動 希望這個案子能成功 我們有機會 為我們的下一代更幸福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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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下一位 您喜致 您先生 各位長官好 我是致林口街巴士巷的居民 剛好是那一棟還沒有拆成 平宅的對面 見請都發集能夠 將這棟平宅把它拆掉 它的理由 第一 因為這棟平宅的地基不穩固 第二 這棟平宅的造型 很虧透深 留下不曉得有什麼意義 第三 這棟舊的平宅 三層樓高 所有的窗門 一共外面就有七十八層窗 全部都打掉了 將來要回戶回來的話 加上水電要花不少錢 不只把它拆掉的話 交到這個開放後邊 把這些錢拿來 植栽方面後 造型來使用 這樣會比較好 賤錢貴旗 考慮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蔡葉真貫小姐 請準備 在這之前我們五位先問答 是不是我們先請民居長 這個部分就斷層的部分 就斷層的部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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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